各位草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来参与这么一个活动 我会向大家展示10个左右的这个物品 这是北京大义现在在北京正在预展的物品 他们征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瓷器 那么拍卖呢将会是明天5月17号拍卖 所以现在呢我们并不知道最终的成交价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相信很多草友呢可能也是比较喜欢参与这类型的这个活动 有很多老师在这个圈子里呢也确实是已经是可能有20年以上的 甚至30年以上的这样的经验了 那么我想呢邀请大家来参与就是大家来进猜 或者按照自己之前的收藏经验 觉得这些物品最终的市场成交价会是多少呢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就是游戏 因为这个物品还没有拍卖 那么现在呢并没有成交价 所以大家不可能说看到这个物品最后的那个 他后面的这个比如拍卖行的这个贴条 然后就能查出这个物品是哪家拍卖行呢 什么时候拍的最终成交价多少 没有他还没有拍 那么呢我想呢在这里呈现10个左右的物品呢 每一个物品作为单独一个游戏 那么最终呢在拍卖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哪一位老师给出的这个心理价位和这个最终成交价是最接近的 那么这一位老师呢就属于是在这个游戏里呢就属于是多亏了 那么一共10个这样的这个物品啊 如果说是有一位老师比如说能在中间的最多的这个就是物品的这个游戏环节能搭队的话 那么他就是总冠军那就是非常厉害了啊 呃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可以尽量的就是参与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呃其实我客观上来讲就是最终的这个成交价 他自己也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自己就一定是怎么样 只不过是大家对于这个市场啊这个共识啊 这么一个粗末的一个粗略的估计 因为呃大家知道这个拍卖行其实他水很深对不对 呃他最终的成交 他是是内拍拍下来的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那么哪怕是拍下来成交了呢买家付没付钱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并不代表这物品自己就一定怎么样 只不过是大家按照自己的眼力给出一个粗略的估计那么一个判断 这只是一个游戏呃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其实重点呢其实是为了向大家展示这些物品 呃因为有一些物品确实很稀有很难看到 那么大家给出自己的答复 呃互相之间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这个答复 我相信呢这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但这活动呢其实只有效期只是一天 因为明天这个物品就会拍卖 北京的这个很多的拍卖行呢 他们这个预展就安排在这个拍卖之前 那么两天三天时间里其实相对是很很短的 那么呃一开始就是预展一开始呢会人山人海人很多 所以呢我们相对而言选择今天我们去上手有足够的机会 一个一个为大家呈现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 那么作为我们海外的这个藏家在海外没有机会去现场 那么以这样一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参与这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化交流也好 古董收藏也好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这里呢是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件物品 大家可以看到的尺寸巨大无比啊 那么我把这个因为这是高清照片 我怕这个视频呢就是不能够非常高清的展示呢 所以我通过这个照片我可以给大家放大 那么大家来具体来看一下这些物品的情况 给出自己粗略的估计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不再给大家这个描述 我什么也不说 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眼力 自己的经验 大家来对这个物品做出那么一个判断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 这个光的反射的情况 这个绘画等等这个画片的情况 那么不同的角度 我们拍的这个照片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就是 和这个视频比起来呢 它又是一个补充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细节 那么正是这一个盘子反过来 它的外延的这个绘画 包括轻化的发色 包括轻化的发色 的表现 包括它的这个修足 整体的这个情况 这是它的底款 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 这个底款 它是 哪一位女士的这个 款 看看能不能放大到 这是最大的这个情况 这是它的这个圈足 第一物品呢 就只能给大家展示到这里了 还有视频 那么视频和照片综合起来 那么大家可以 如果如果愿意参加这活动的话呢 可以给出自己的意见 这完全是一种 就是和大家互动的一个 喜欢古董收藏的朋友之间的 这么一个活动 无论大家给出任何答复 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自己怎么样 也不代表真实情况怎么样 仅仅是我们的这么一个 一个活动 互相的一个交流 非常感谢大家看这一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